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他的态度可强硬了 如果你对这两起事件有所了解 你就会明白 新美关系是在过去的45到48年间的跌宕起伏中建立起来的 目前 顺境比较多 因为我们放下所有影响双边关系的小分歧 那么 麦克菲事件到底如何影响 美国和新加坡的双边关系呢 表面看来 这是一起简单的蓄意破坏公务事件 在新加坡法律下必须面对强制性边形 麦克菲向我国总统请求特赦 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致函 美国国时任总统王鼎昌要求赦免麦克菲的边形 美国社会特别是美国媒体对事件的反应非常负面 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惩罚是野蛮的 有趣的是 不是整个美国社会都反对我们的做法 其中有一部分人其实非常支持新加坡 尤其是执法人员 他们赞赏新加坡惩罚这一位 犯了法的美国少年的决定 我国政府在考虑了克林顿的要求之后 把边形从六下减至四下 新加坡很清楚这将影响两国关系 不过最终还是决定站稳立场 我们那么做是因为那是正确的做法 那是我们在新加坡的一贯作风 我们必须维护司法的诚信度和公信力 我们的记录显示虽然新加坡是个小国 但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我们 我们甚至愿意站起来 对抗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新加坡巡回大使陈庆珠 在麦克菲事件发生两年后 在1996年派驻美国 纳丹大使他已经回国 后来当上了我们的总统 他告诉我情况很棘手 所以我也不敢妄想马上能扭转乾坤 我们还是花了一段时间 才完全修复两国的关系 让一切恢复正常 我们发现很难同白宫安排会见 一直到1998年 也就是事件发生四年以后 美国白宫的大门才再一次 为我国前总理无作动打开 时间向前推移至2003年5月6号 双方签署了历史性的 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议 那是美国和亚洲国家 签署的首个自贸协议 我认为美国选择新加坡为合作伙伴的原因是 当我在美国的时候 经常有人会告诉我 新加坡是个好地方 是个伟大的国家 也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新美签署双边自贸协议背后的故事 很多人都很熟悉 2000年 样态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 在文莱举行 时任新加坡总理吴作栋 邀请美国总统克林顿 在半夜打一场高尔夫球 随行的还有王以康 他当时是贸工部属下贸易司司长 政治领袖一般不会随性地见面 或者来一场高尔夫球 背后有很多准备工作 事先要同意打球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王以康接到新闻稿后 准备打字 克林顿总统在新闻稿上 潦草地写了些字 做了一些有意思的更动 反映了他当时的想法 多年后再回头看 我们发现那是蛮具有前瞻性的 现在要谈贸易 不能不谈环境 包容性的发展和人力资源的问题 当初如果没有那两个章节 就根本过不了美国国会那一关 和我们签署自贸协议就如同投资于起步公司一样 希望它日后取得成功 我们只能把自己定位为一家有潜能的起步公司 开放性是我们谈判的唯一筹码 我们随时准备谈判 并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 动作也比别人快 新加坡所采纳的中庸之道非常窄小 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 和最多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说新加坡变得更亲美 是不正确的 我们确实想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 为什么我们这么做 因为我们必须顾及马来西亚 印尼 中国 印度 甚至是所有人的感受 我们想要证明的是 还有另一个选择 那就是摒弃传统的做法 不选择站在任何人的一边 而是走中庸之道 我们的人口虽以华人居多 但我们却不想被视为一个华人国家 我们绝不是一个华人国家 而且我们还必须顾及邻国的感受 正因如此 李光耀先生早期决定 要等到所有亚西亚成员国 原本的五个成员国 都和中国建交以后 新加坡才和中国正式建交 1979年 中国和新加坡签署贸易协议 不久后 双方也设立了贸易代表处 不过一直到1990年10月 先中两国才正式建立邦交 从中国的角度看 新加坡的价值在于我们的办事能力 如果我们是个失败的例子 别人还能向我们学习什么 我们是中国的朋友 我们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合作 但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 以新加坡的利益为先 两国正式建立邦交已经27年 期间双方在不同领域展开合作 苏州工业园区正是两国关系的市金时 发展初期 以合作的深度来说 就已经是前所未见的 因为我们已经从精神层面上去思考 要怎样制定政策 同时也从细节上处理实际的运作方式 苏州工业园区变成一个 前所未有的双边合作项目 华文有一种说法叫 绝无仅有 意思是从来没有 以后也不会再出现 到了中心重新战略性互联互通项目 就已经不再是他们看到什么 喜欢什么 想复制什么 实际上 双方是在一起尝试新的构思和概念 把合作推向另一个层次 我们希望中国好 因为我们相信 如果中国好 受惠的不只是中国人 而是整个区域 乃至全世界 我们的一贯立场 是鼓励中国成为国际制度的一份子 这样中国就能够做出正面 和积极的贡献 如果中国被排除在国际制度以外 世界局势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因为中国是其中一个 甚至是第一最大的经济体 这样就可能产生另外一套秩序 对中国可能不利 对世界也可能不利 我认为新加坡要同适合中国 亚西安各国和美国做好朋友 就如同走钢线一样 一方面在安全课题上 新美之间一直享有长久的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 新中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 因为新加坡对中国的了解 比其他亚西安国家来得深入 中国和美国都在拓展 相互圈子里的朋友 如果你看看谁对中美两国 都有深入的了解 新加坡一定会出现在这个雷达上 我要说明的是 这不是零和博弈 实际上中美之间如果有更多的合作 在贸易 人民 教育 甚至未来的房屋事务上 有更多的合作 我们都能够扮演有效的角色 发挥实质的作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